第1个,师父提到净土法门的重点是如何引导佛号,请问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依教器官,那么他念的佛号是人天的善业,还是净土的资粮? 当我们提起一句佛号的时候,从净土中的角度有两个要求。 第1个,专注力,第2个就是关照力,你要能够安住佛号,引导佛号,引导佛号比安住佛号更难,因为安住佛号只是一种士修,你只要听得到你的声音就可以了。 那么引导佛号就考验你的智慧的水平了,就是你是怎么想的。 我们刚刚讲过,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依教修官,那么如果他可以往生只有一种情况,这个人根立遮亲,大成山根深厚,烦恼妄想,天生轻薄。 所以他今生的思想不太需要有太多时间的修正,也就是说他前生已经修得差不多了,他这一棵树已经往西方倾倒了。 所以他今生不需要太多的去做一些调整,他就自然能够往生,这神人文是极少数的。 就是你都没有修官,但是他往生了,特例,孟皇时代特例。 就是说他今生,他小时候是什么思想,他长大就是什么思想,他老的时候是什么思想,他完全没有任何修正,他就往生了。 千年的冰山写年。 佑主大师就是这样子了,佑主大师你看他开悟之前也没有写什么教理,他没有什么修正,他就听到,他就送财火去一个有钱的盐外,这个盐外在松金刚经。 他听到应无所住的升级星,他当下开悟了。他已经准备好很久了。他那个柴火是干的,所以他火一点,当下就烧起来了。 他准备好了。但是六祖大师在中国国教两千年里面是特例,少数的例者。千万不要把自己关下成六祖大师。 我们最好是观想自己是业障生死凡夫,这样会比较符合时机一点。 那么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,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思想调整。 师父慈悲,我请教一下我们要怎么样分别我们的念的佛号是空洞的,还是转向万佛庄严。 你提起佛号的时候,你心中要两个座义很重要。第一个,我一定要往生。第二个,我一定可以往生。 他是这两个座义。这两种座义啊,这两个马车啊,在引导这个佛号。 你看很多人,他肚子痛,他就念阿弥陀佛,对不对?肚子不痛,他就不练了。 这是空洞的佛号。你这个佛号完全随外境而转。当你有需要的时候,你才想到佛号。 所以你这个座义啊,完全是有象状的刺激。你这个座义是着象的座义。 我们前面讲过,座义要离象座义。你不能把佛号用来处理你今生的问题而已啊,诸位。 那这个阿弥陀佛设计这个佛号,对你来说太可惜了。 阿弥陀佛发了那么长的时间,创造这个佛号,结果你是用来处理你今生的问题。太可惜了。 主得的往生实力中,有许多人是一知十日而往生的。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? 一知十字,就是说他尽业成就了。这种是可疑不可求的。 就是说这个人的心啊,他已经明确的往西方极乐世界倾倒了。 所以他临终不管遇到什么情况,乃至于发生车祸,乃至于死疑非命,他一定可以往生。 这个树你只要随时砍断,他只有一种方向。 这种的临终也不需要助练。 因为他进业成就了嘛,他是随业往生。 他不要靠第六意识的带动,就是他第八世的业力里面,他已经是进度中的业成熟了。 就算他临终的时候,第六意识不来带动他,他第八世是会自己到进度去。 这个不简单。他的第八世不用第六意识来引导。 这种人应该已经要成就烈佛三昧了。 这种人应该能够存在多一点。 这种人应该能够存在这种方向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